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斯蒂粉 那同样还是很高兴大家能够收看这个项目管理 这个方面的课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首先还是老规矩 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讲上一讲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第九讲 就是上一讲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和控制项目变更 然后在这个讲 在这讲里边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项目变更产生的主要的原因 那给大家讲了一下 几个的笼统的概括了一下 首先是笼统的概括了一下 主要是这种几点 需求方的变更 实施方的变更 实施方的变更又包括哪些因素 还有第三个就是外界条件等等一些 这个是项目变更的一些原因 第三个又继续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怎样去控制这个项目变更的发生 嗯在这里边 那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项目变更 出现的一些原因 然后我们应该去怎么做 然后我们应该怎样尽可能的去避免吧 然后第四个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下 就是在工作中 最主要的一个一方面的变更 那就是来自这个 业务需求方的一个变更吧 啊这里边给大家讲了一下 给大家讲了一下 通过这个漫画给大家讲了一下 需求方变更的重要原因 然后又给大家结合我 自己在这个工作中出现的 遇到的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吧 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部门采用的一些方法 啊 然后 最后给大家布置了客户作业 想必大家应该是能够完成 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节课 我们讲的这个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和控制 项目变更 这些方面的内容 好 那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要是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啊项目的沟通管理 啊说到这个沟通管理啊 我相信啊 很多同学啊 都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沟通管理 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去 不断去做不断去完善的一件事 就不管你是在这个 it 项目管理里边 或者是公众项目里边 啊我们都需要去与人打交道 与人打交道 我们都需要与人去进行沟通 不管是开会 或者是说讨论一些需求 一些方面都需要进行沟通 那所以这一节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 讲的一些内容啊 主要的目的就是主要是介绍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实施阶段 我们需要怎样的进行高效 而且有效的这个沟通 来看一下啊项目管理沟通的一个重要性啊 我相信大家想必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啊 我来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许多专家都认为任务对任何特项目 特别是it项目的成功啊 威胁最大的是沟通的失败 啊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个变更的 变更流程的一个一个控制啊 这节课讲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这个沟通啊 在2001年 这个研究Standish Group研究发现 与it项目成功有关的最重要的四个因素啊 第一个就是主管 主管层的支持 这个就是你领导知不支持啊 如果你领导支持了啊 一些资源呀 各种各样的资源呀 都很容易得到这个审批 第二个就是用户的参与啊 别做出来你做出来这个项目没有人用 那你这个就做出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第三个就是有经验的项目经理和啊 这个清晰的 也有目标 嗯啊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依赖项目经理和你这个团队 你这个team有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特别是与非ip人员啊 这个 是深有深有感触的啊 在工作这几年 因为你不能跟这些就是搞技术的人 不能跟这些不搞技术的人进行讨论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啊 你不能用技术的思维跟他们去讨论 信息领域 技术领域在不断的变化 这些变化产生了大量的技术航话 所以我们有我们发现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实施方的这些技术人员 他会跟这个需求方去讨论东西的时候 时不时的就会冒出几句 就是这个需求方不懂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沟通里边最大的一个忌讳 所以说就是当计算机的专业人士与非计算机人士进行沟通的时候啊 这个技术技术航话常常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他听不懂吗 因为这个需求方人员他听不懂啊 就说他会把非专业人士搞得没有头绪 不知道你在说啥 尽管当今使用计算机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使用越来越多 我觉得只是停留在这个使用层面 他并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计算机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用户与开发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计算机专业人员都不善意沟通 但我觉得得有个80%左右吧 任何领域的人员都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这个沟通能力都是可以培养的 此外我们的这个教育体制注重培养 信息技术毕业的技术技能 而不是说 而不重视培养 他们的沟通与社交的技能 大多数以IT相关的学位课都有许多的技术要求 但很少有沟通 比如说听说写 心理学和受学和人人为科学方面的课程 人们常常认为学习这些软技能是很容易的 但是 当你真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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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工作中 遇到的时候 你却不能 进行灵活的运用 所以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人们同样我们同样需要去学习和发展这些技能 许多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专业人士需要这些软技能 他们和其他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当你在运作IT项目的时候 不可能把技术技能和这些软技能完全分开 这个是当然肯定的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这个 而且这两类技能都应该通过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 得到不断的提高 显然信息系统专业人员需要参加大量的口头沟通活动 这些活动本质上是非正式的 持续时间短 而且每次的人数都不多 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的沟通实际上是口头的 但是有时候笔记图表或计算机输出 很显然人们希望同伴在谈话过程中仔细的听 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恰当的反应 所有的信息系统的专业人员必须意识到他们有时必须参加某种非正式的公开演讲 很显然信息系统专业人员为了在现在的职位上获得成功 以及提升到更高的职位 就必须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 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你是做技术的 或者做技术的有为明显 你做技术做了几年以后 你两个人做技术同样都是做技术 A做技术做了几年以后还是做技术的 但是B在做技术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自己口头表达能力 不断的提高与人沟通的能力 所以他就慢慢的发现 我其实还有这方面的才能 可能就是比如说有项目来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就是会去负责和与客户的沟通 那他可能他这个升升的升值可能就会快一些 因为有有有些东西你光懂不能不行 而且当然而且是必须要说出来的 平均起来我们的被调查者似乎在乎他们的信息系统的事业中 都有过从低职位向高职位提升的经历 那他们认为对于职位提升更重要的是口头表达能力 那这个是当然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光是你肚子你脑子里边有 你必须得给他表达出来 这个才是 那咱说明才是真的有 而不是说当前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口头表达能力 似乎就是说这个职位提升的关键因素 那这个也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通过这几段话的这个理解了解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沟通管理这沟通显然很显然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一部分 那我们必须把它在这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它重视起来 实际上不不仅仅是说在这个项目的实施阶段 那我们在呃整个项目的过程中这个项目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项目的沟通过程中他主要的包含哪些内容 那我们我们都需要做哪些东西才能保证这个沟通是有有效的是高效的 我们来看一下项目沟通计划 嗯我们要有这个计划项目沟通计划是项目团队和关键项目关系人啊进行正式沟通的依据 项目团队按照既定的这个沟通模式定期的举行会议发送报告传递信息 我们来可以来总结一下 在这个沟通方面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哪些 第一个就是为项目团队营造积极的工作范围 那我们可以经常的出去参加一些团队活动 就是team building啊 增加这个团队之间的凝聚力 或者我们可以定期的去出去聚餐 或者是参加一些集体的一些活动 啊等等等等 不仅就是能够增加这个团队成员之间的了解 而且还能够增加 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还能增加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度 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举行这个高效的项目会议 这个高效的项目会议 就是说我们在 呃在这个会上不光光是说这个领导啊 去做一些工作上的部署 那我们呃就是下面这些职员这些干活的人 他们之间也互相就是把近期遇到的一些困难啊 还有一些障碍啊 啊我们都应该进行呃互相的交流 第三个就是有效的和管理层进行交流啊 也就是和你的领导你的老大进行交流 比如说嗯隔长两三天 而我之前隔长两三天就会和我们那个老大进行一些沟通啊 啊进行啊 主要就是交流一下我们我近期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在正在做的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出现了出现了哪些问题 第四个就是说主动联系需求方进行定期的沟通 这个主要就是说啊 我这个项目 比如说这个某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啊 我可能遇到的就是说这个需求不是那么的清晰了 不是那么的明了了 那我们就需要主动的联系这个需求提供方 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确定我们的最终的需求是啥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项目沟通过程中啊 主要包括的这几方面的内容 大概也就是这几方面的内容吧 第四个啊编制项目报告和管理这个项目的验收 那项目经理影响项目关系人汇报啊项目状况 这个应该是定期的 我们去汇报这个项目的项目的状况啊 报告一下 项目进度是到哪了 我们遇到了哪些麻烦 遇到了哪些挫折和困难啊 那从而使这个项目关系人及时获取项目的真实信息 并及时的做出正确的反应 那可那如果了解到某些情况发生了 那我们可以就是随时的进行变更啊 随时的去做一些计划上的调整啊等等等等 这个主要就是说项目经理呃或者项目的你这个leader 应该在各个项目的阶段 在项目的各个阶段 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确认 确保各个阶段交付物质完成 交付的这个任务是完成的啊 在这个过程中啊 项目沟通管理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沟通不大 那这个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人家不愿意提供你 或者说是拖延延迟啊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持一个高效 有序的一个一个一个沟通啊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整个这个阶段啊 这个项目的顺利的完成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讲的一些内容啊 刚开始我跟大家说了这节课 我们需要呃在项目的实时阶段 我们需要怎样的进行有效的高效有效的沟通啊 不仅是高效而且是要有效的沟通 第二个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在项目的沟通管理过程中 项目的沟通管理的一个重要性啊 我们应该去重视它第三个就是项目沟通 包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啊 第四个就是说这些沟通完了以后 我们要编制项目报告管理项目的验收啊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持一个高效有趣的一个沟通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给大家讲的 在这个项目实施阶段啊 项目沟通管理啊 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这个项目沟通管理啊 这个是在每一个阶段 就是刚刚同一节课跟大家讲的这四个阶段嘛 现在IT项目管理的四个阶段 在每一个项目阶段管理边都应该我们去重视的一个 的东西啊 那之所以是在这一 这个项目实施阶段去给大家讲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在项目实施阶段里边 因为已经开始做做项目了嘛 啊 所以我们应该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更更更更 更应该把这个项目沟通管理给重视起来 啊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给大家 嗯 讲的一个啊 东西 项目沟通管理 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同样啊 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客户作业 嗯 同样啊 就是理解一下 啊 本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啊 第二个就是复习一下 下一节 项目还是项目实施阶段啊 项目的过程控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内容啊 这个项目的过程控制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啊 下去能够好好的去预计一下啊 搜一下这个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好 同样啊 还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和收看 嗯 希望大家能够 任人真正的完成 好 谢谢大家